大家好,我是雷咪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五倍券 我相信有非常多人發過這個話題 但是這一集我想要來分享這個話題原因是因為 有非常多人常常問我說 雷咪,你們到底是怎麼去判斷景氣循環好不好 到底如何判斷現在的經濟 到底是往好的地方走 還是不好的地方走 其實政府的政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標 可以幫助我們去判斷股市呢 現在有可能是往上還是可能有可能往下 來做出提早的應對措施 確保自己能夠持續的用投資來賺錢 這是個關於投資理財自我成長的頻道 如果你是希望每週只花10分鐘 就能提升競爭力的話 歡迎訂閱哦 那我就開始了 首先我想要來聊聊 為什麼其實政府的政策 其實就是我們觀測經濟指標的一個重要的要素 原因是因為其實政府他們其實是比一般民眾 更對經濟高度敏感的一個單位 所以當他們有一些明顯的政策的時候 其實背後都有它的意涵 而這背後的意涵才是我們判斷景氣好壞的重要的標準 在《大債危機》這本書當中 其實它剖析了過去歷史上全世界各國 他們在不同的景氣的情況下所採用的經濟政策 其中包含了一個我們現在大家所熟悉的政策 就是發行消費券 那我們這一集主要會來聊聊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什麼是五倍券 什麼是消費券 以及第二個重點 為什麼政府會想要發行消費券 到底這件事情對我的投資來說有什麼樣的意義 能夠帶來什麼樣的判斷指標 以及第三個重點 五倍券應該怎麼花會更好 這是提供我個人觀點上的建議 首先什麼是五倍券 其實五倍券是政府為了疫情爆發後 可能會產生的經濟蕭條 還有經濟產業衰退所推行的消費券 主要的用意就是來刺激經濟 那民眾你可以選擇領取值本 或者是數位來綁定行動支付 或者是信用卡或者是電子票證裡 那你在實地的店家 還有在網路店家都可以直接進行消費 那它的使用期限主要是在 2021年的10月8號到2022年的4月30號 那它跟我們之前所領取過的三倍券有點不一樣是 三倍券你必須要付1000塊然後買3000元 可是五倍券是直接發5000元 那就來到我們第二個重點 也就是我們這一集最關鍵的重點 我相信這個觀念如果學起來 以後你們看到政府在推行什麼消費券 五倍券的時候 你們就會知道這對你們的投資來說 是一個什麼樣的訊號了 首先呢 為什麼政府要發行消費券 通常是在景氣裡面到底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如果有興趣想要深入探討的人 可以去看大債危機這本書 然後它會分享一系列所有的歷史的過程 然後還有這些政策所背後帶來的意義 還有有可能會造成的影響 包含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然後你可以因此來預測股市的方向 首先呢 通常政府會發行消費券 代表的意義是 現在的經濟正面臨通貨緊縮的狀況 因此政府他必須透過一些措施來刺激消費 於是他才發行了五倍券 那什麼是通貨緊縮呢 如果有一些經濟學概念的人 可能就已經知道什麼是通貨緊縮了 那如果你不是很懂的話 我這邊白話的解釋一下 因為疫情的影響呢 其實有很多店家 他可能是不能一夜 甚至被迫倒閉的 那許個公司呢 他為了節省成本 可能會開始進行人事的縮減 然後造成更多的人失業 那這些人的收入減少之後 他們就會更不敢花錢 那這就很有可能造成潛在的通貨緊縮 因為一個人的收入就會是另外一個人的支出 舉例來說 如果我現在去便當店買一個便當 我付了50塊 我花了50元 可是這50元呢 會變成便當店老闆的收入 那他又拿這個50元呢 拿去文具店裡面買一支筆 那就變成文具店老闆的收入 那文具店老闆賺了這50塊呢 他又跑去早餐店裡面買了一份早餐 他就變成早餐店老闆的收入 那早餐店老闆有了這50塊呢 他跑去文具店買了筆記本 然後可能又變成了文具店老闆的收入 之後就變成一個樣的循環 那這樣的經濟循環呢 就會讓很多人有的收入 那也有的消費力 所以呢 假設現在是相反的狀況 如果說 現在開始有些店家倒閉 然後一些人失業 他就不敢花錢 他就減少他的消費跟支出 那公司呢 他的生產量就會減少 因為大家不敢花錢 假設我是賣便當的 那我就會很少的買我的便當 那我的收入呢就會減少 那我可能就必須要減薪或者是裁員 那我的員工呢 他們的收入變得更少了 就更少的跑去消費 比如說去買麵啊 買文具啊 就更不敢花錢 那整體的經濟來說 大家的消費變低 然後收入也會同時變低 如果這樣子無限循環的話呢 每個人都變得不敢花錢 那市場流動的資金就會越來越少 那我們就稱之為通貨緊縮 這時候呢 央行就會出來管理一下 因為它需要刺激經濟 讓經濟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通常的做法有兩種 第一種叫做降低利率 所以我們會發現 去年就已經降低過利率了 所以現在的利率呢 應該算是蠻歷史低點的 然後你會發現 房市變得很活弱 因為大家想要把錢放到更保守的地方 然後加上利率很低 借錢變得很容易 所以呢 就有大批的資金呢 往房地產或儲蓄錢裡面進去 然後呢 其實降低利率還有一個用意呢 就是因為 如果現在的利率很高 大家就傾向於把錢訂存 儲蓄在銀行裡 可是因為利率很低 大家就會想要把這筆錢拿出來投資 或是拿出來消費做更多的應用 那這是第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呢 就是印鈔票 那這就是為什麼美國 無限QE的原因 他們不停的印鈔票 來讓自己的國家的經濟 維持在一個狀態下面 那其實印鈔票是一個 對我來說在經濟的控制上面 算是一個險期 因為它很有可能會造成通貨膨脹 而讓錢失去價值 所以大部分的政府呢 不輕易使用印鈔票這個最後手段 那這中間到底有沒有一個 折衷的手段呢 這個折衷的手段呢 就是發行消費券 那為什麼發行消費券跟 直接發現金的意義是不同的呢 我們剛才有提到 發行消費券的真正的目的 是要刺激經濟活肉 還要刺激消費 所以如果他們發現金會怎麼樣 你現在很悍 大家都不敢花錢了 所以呢我如果又發錢 這個錢就會變成儲蓄 或者是把它存起來 一樣不敢花 那這樣子就沒有達成 刺激消費的目的了 但是因為消費券 它本身不是錢 然後它不能作為儲蓄 或者是買保險使用 而且加上它有期限 你必須要在短時間內把它花完 所以呢經濟活動呢 可以在短期內呢 可以活絡起來 然後如果拉得越久呢 這個通貨緊縮 如果到了一個程度的話 可能就會難以挽回了 這就是為什麼政府 要推出這樣子的政策 來確保經濟維持在一個 活絡的狀態 那如果印了過多的鈔票呢 如果導致了通貨膨脹 每個人的購買力下降呢 其實很容易造成一個 國家的恐慌 所以這時候呢央行呢 其實它必須要去控制 通貨緊縮跟通貨膨脹之間的 平衡 來確保經濟穩定 因為經濟穩定了 治安才會穩定 那治安穩定了 整個社會才會穩定 那了解了發行消費券的原理之後 還有它背後所代表意義的之後 你就會知道 其實它最後帶來的意義就是 現在的景氣呢 已經開始趨入保守 那你們在做投資或在消費上面 也可以好好的評估下 自己的下一步的行動 應該怎麼進行 那我們就來到第三個重點就是 五倍券到底應該怎麼花 我相信已經有非常多人 拍了很多厲害的比照影片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 其實五倍券它最主要的目的呢 它其實是要幫助那些 受到疫情衝擊最大的實體店家 還有小商範圍主 因此呢 五倍券的設定呢 它有設定一些適用的範圍 還有使用的期限 所以你可以買些什麼呢 比如說你可以買的是 像是餐飲、夜市、市場、旅遊住宿等 也可以拿來繳學費、補習費 還有去百貨公司購物 還有去購買展覽 或者是演唱會跟體育賽事的門票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鼓勵你花錢去體驗你的生活 還有去消費 那你同時呢 也可以在台灣的電商裡面消費 可是呢 不能在國外的電子商務平台使用 因為回歸正題 我們剛剛說了 消費券的目的是為了要刺激消費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它會設定這樣子的限制 消費券它也不能拿來繳稅 也不能拿來繳罰單 或者是買香菸 或者是買股票 或者是保險 因為這些東西呢 可能對於刺激消費這件事 或刺激經濟這件事情呢 沒有很直接的幫助 因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讓你的支出 變成下一個人的收入 然後進而讓大家的收入有所提升 然後刺激整個經濟伯落 那五倍券到底應該怎麼花呢 我自己來分享我個人的觀點 我自己呢 沒有去刻意的去比較 各家銀行到底誰的優惠最多啊 利率最多 因為實際上很多的信用卡呢 他們有非常多的陷阱跟限制 那我自己推薦的兩種方式呢 第一種呢 就是你可以檢視你自己平常的消費習慣 像我自己平常會自己做菜 所以我會喜歡去逛超市 那超市呢 可能是我固定會消費的地方 那我就會優先選擇 我平常就有消費習慣的地方 選擇優先加值我的消費券 那如果你是選擇綁定信用卡的話呢 不要為了去比較那些優惠 而特地去辦一張新的卡片 反而可以去檢視一下 有哪一張卡片是你平常慣用的信用卡 然後優先加值在那個信用卡裡面 才不會忘記花到 反而錯失的量的優惠 然後第二個重點呢 是我蠻推薦大家也可以領取值本 因為以我來說 我可能這次會選擇領取值本 原因是因為呢 其實我剛才有說了嘛 真正的消費券目的是要去刺激經濟 那我希望呢 值本的消費券呢 它其實可以幫助那些 無法刷卡的小商家 或者是小攤販 因為他們可能更需要幫助 最後分享完了以上三個重點 有沒有更了解 消費券的意義呢 還有如何透過消費券來判斷 景氣的好壞 以及呢 消費券到底應該怎麼花 最後呢 我想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你領取你的消費券了嗎 A 我已經領好了 而且選擇的是信用卡加值的方式 或者是用電子支付加值的方式 B 我已經領好了 我選擇的是領取值本消費券的方式 C 我還沒有領我的五倍券 我還沒有想好應該用什麼方式來領取 以及第一 歡迎隨意和我閒聊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給大家的內容 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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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